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易小乔丹 据ESPN消息 蓝网和活塞已经达成了一笔交易 蓝网送出小乔丹 未来四个次轮选球权 578万现金 从活塞得到了加利尔奥卡福 赛古敦布亚 后续消息称 蓝网还从这笔交易当中得到了一个价值63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蓝网想要摆脱小乔丹已久 此前的消息称 蓝网无法为其找到下家 只能寻求买断 从结果上来看 蓝网最终送走了四个未来次轮现金才将小乔丹送到了活塞 这笔交易过后 蓝网单单是薪水和奢侈税就省掉了4700万美元 至于得到的奥卡福和敦布亚 说实话 以蓝网的现有阵容来看 两人很难得到机会 而活塞方面也没有打算留下小乔丹 据后期消息称 小乔丹和活塞买断之后将会加盟胡人 胡人蓝网各自都囤了多位 曾经辉煌过的老将 两对下赛级交手必将成为交点中的交点 上赛季季活塞开始前 阿尔德里奇因为心脏问题突然宣布退役 消息震惊了整个联盟 今年休赛期 在得到了众多医生的许可之后 阿德最终成功复出 并且与蓝网再一次达成了一份一年260万的抵径合同 状态上 阿德上赛季的场均数据是 13.5分 4.5篮板 1.9助攻 三项命中率达到了47.3% 真实命中率55.6% 尽管已经36岁了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阿德的油箱依然有很多油 阿德的回归对于蓝网会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尤其是在内线方面 格里芬 米尔萨普都能打5号杯 但是两人只能是顶一顶 真的遇上字母哥恩彼得还得吃贵 但是阿德就不一样了 他身高2米11 臂展2米25 攻防两端都有威胁 近两年还练出了一手三分 恰好就是蓝网需要的那个内线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 阿德复出原本还考虑过公牛 最后还是选择了蓝网 蓝网和阿德之间有心有意 阿德退役时 蓝网几乎是全力支持 同时 阿德自己也在退役声明里表示 蓝网给了他多年以来一直想要的凝聚力 所以此次重新联手其实并不是意外 祝福阿德重返赛场 为了冠军梦想继续拼搏 再次回到蓝网 在宋总小乔丹签下阿德之后 他们在休赛期的工作基本完成 至此 蓝网可以拍出一套欧文加哈登加杜兰特加格里芬加阿尔德里奇的首发阵容 替补西上还有米尔斯 乔哈里斯 布鲁斯布朗 米尔萨普 克拉克斯顿 这几位每一个都能打 账面上已经是东部乃至联盟最强 绝非夸张 在惊吓任何一个关于下赛季的预测当中 蓝网几乎都被当作明年的冠军最大热门 颇有一点当年勇士的大结局味道 而如果你再仔细看看蓝网休赛期的操作 除了杰夫格林离开之后 他们的主力阵容几乎没有太大改变 反而还以中产签下了米尔斯 格里芬 米尔萨普 阿尔德里奇也全是底薪 蓝网管理层的操作还是有点东西的 再加上健康的哈登 欧文和杜兰特 这支球队很难不让人有所期待 北京时间9月3日 近日有关本系蒙斯的交易留言 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 据悉 他最想加盟的是加州球队 而这个州只有四支球队 他们分别是胡人 快船 国王以及勇士 根据国内著名解说员苏群老师的分析 其实西蒙斯无异于是直接点名了想要加盟勇士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胡人跟快船现在手上根本没有交易筹码 所以这两支球队基本可以忽略掉 至于国王队 苏群直接打包票 他宣称 西蒙斯绝对不想加入一支 连续15年没有进过季后赛的球队 因此就只剩下勇士一个选择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西蒙斯不直接指定下架呢 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让球队彻底陷入到窘境当中 而且可能会起到一个物极必反的效果 刺破脸对于双方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勇士队手里现在绝对是握有交易西蒙斯的筹码 关键就在于他愿意付出多少罢了 根据勇士跟队记者带来的最新消息 球队老板拉克布绝对不想交易 怀斯曼跟库明家 因为这两人是他们通向未来的桥梁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很难看到球队与费城数字人达成交易 并且自从对方开始漫天要价以来 球队与他们就没有讨论过有关西蒙斯的交易了 除此之外 该记者还表示 如果费城数字人重新联系上了勇士 那么球队管理层还是愿意听听他们怎么说 但除非对方愿意接受维金斯加未来首轮签的报价 否则这笔交易几乎不可能达成 勇士队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库里今年已经33岁了 管理层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做考虑 根据之前的消息 库里汤姆森还有追梦格林 已经联手向球队施压 希望他们可以打造一套夺冠阵容 但说句实话 他们下赛季夺冠的概率并不大 哪怕是引进了西蒙斯也是如此 既然成功的概率不高 那么管理层为什么要放弃球队的未来 去猫这个险呢 这主要还是看交易对象的硬实力 如果现在他们有机会得到莱尔纳德 字母哥或者恩彼得 那么他们肯定是愿意一试 但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西蒙斯 那么结果自然就不一样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苏群老师倒是十分看好西蒙斯加盟勇士 当然前提的价格合理的情况下 大部分球迷不看好这位交易 主要还是因为追梦格林 跟西蒙斯的位置出现了重叠 但苏群并不这么认为 以前的勇士队除了格林之外 也总有一个内线的大中锋 是不会投篮的 比如麦基跟帕树里亚 西蒙斯加盟之后 格林自然会被推到5号位 然后西蒙斯来到4号位 两人一起发牌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阵容的防守能力十分恐怖 而且攻守转弯速度极快 这就是他们的优势 篮网在酝酿大交易 次换一方案 即还马刺人情 又能拿回全能风险 篮网最近几天连续出高评分操作 交易走小乔丹之后 拿回来奥卡夫和敦布亚 目前球队17人 包含一份部分保障合同的本部里 需要减负两人 小乔丹交易达成之前 一直传闻马刺 有一次轮选秀权交易敦布亚 现篮网将克拉克斯顿 敦布亚 奥卡夫 小卡特四人打包换取马刺的塞迪杨斯 马刺这边塞迪杨斯合同只剩一年 也不在马刺未来计划之中 何有可无 换来的这些球员 均为年轻球员 且除了小卡特 还有两年 共计700万合同 23年到期外 其余人均为到期合同 或明年有球队选项 交易完成之后 马刺既处理了 不在未来计划的塞迪杨斯 还得到了想要的敦布亚 今年的工资总和也降低了 对于明年薪资空间也没什么影响 篮网这边得到全能风险汉奖 同时也是合同年 不会对明年增加薪资压力 球队名额上面还空出来一个名额 可以等待赛季中可能买断的 德拉基奇 沃克等人 另外 球队也可根据新赛季新秀的表现程度 如果夏普或者小托马斯 可以展现天赋 或者步行者对特纳萨布尼斯的双塔失望 也可在赛季中的某个阶段打包新秀 和赛迪杨斯继续重启特纳谈班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凯秋营 我们下期再见